阿兰离开恒大2月7日,广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,刘 一名,张修为,和超三名球员正式加盟广州恒大淘宝足球队,天海关 宣与此同时,天津天海俱乐部官方宣布广州恒大的阿兰,张成林 料理生,温家宝四名球员以及广州华南虎的方敬奇加盟球队,天海 官宣两家俱乐部同时官宣也让外界猜测这些球员是否属于交换转会 不过据知情人士透露,广州恒大的阿兰,张成林,料理生,温家宝 这四名球员并不是转会天津天海,只是以租界的形式加盟天津天海队 租界7亿年,而方敬奇之前已经离开恒大,所以这次从华南虎俱乐 不离开,天津天海目前属于被天津足协托管的状态,托管期刚好 是一年,所以恒大也选择了将这四名球员租界一年,而不是用来交换 张修为,刘一鸣,今天的官宣还包括了另外一个传言很长时间的合钞 这也意味着恒大新赛季的21岁以上内员名额已经全部用完,于